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 您在现场可以见到一名游戏者扔置巨型的骰子 用来购买巨型绿色的住宅作为家产 该大富翁游戏从1980年推出以来是平常的纸上游戏 不过这一次以教育 动力和快乐为主题 亚加大西区一家购物中心和玩具经销商合作 推出了最大型以16乘16米的大型纸板 推出了亚洲最大型的大富翁游戏 该游戏必须有四个组玩 每组由二人组成 年龄大小不分 只要具有计算能力和认识形状即可 通过游戏中学习也成了学校度假期间 消磨时间的一种方式 游戏的刺激可以从其中一名游戏者 入狱时感受到 另外其他游戏者也表示 巨型的大富翁游戏 比普通纸上游戏带来更大的乐趣 当我和朋友们一起玩 在游戏之间 我们永远在游戏世界 所以我们有一个大富翁游戏 我们可以购买家屋 可以看到这里 我们抽到枝 然后把枝枝枝也有一个大富翁游戏 希望在目前科技化时代 巨型大富翁游戏能够提高儿童的动力技能 巨型大富翁夏令营游戏已经进入了第五年 临近今年的暑假该项活动从六月一日 举办至二十四日 美术新闻李淑珍 Devi采访报道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不仅是手机 也加达国际展览中心 还展出了最新颖的智能家具 令人叹为观止 通过电视遥控器 您可以开关家里的电器 灯泡和电视档 通过网络控制的IP设置 您可以自动监控家用电池 这种概念被称为智能家具 然后在智能家具方面 一般跟普通不一样 都是用智能手机来控制 那我们是通过电视 而电视的遥控来控制家里的智能家具 安装了智能系统之后 通过电视遥控器 来调控灯泡的颜色与亮度 得知加气耗电的数据 甚至能通过蓝牙系统 让主人进屋时 灯会自动亮着 或者灯光会随着手机播放的音乐转变 如缓慢的音乐声 灯光会变得吻合 颜色变换的速度也放慢 印尼智能家具的使用者还不多 通过此次展览 渴望印尼民众更能理解 现代科技的发展 每日新闻 李树珍 阿布斯达菲 采访本堂 谁不指望能够健健康康地生活下去 做体操对身体健康有益 但是不是所有的体操适合所有人 有一种体操是比较简单 适合男女老少 更适合一些有膝盖疼痛等问题的人士 在开灾节期间可以在家里试一试 谁不希望能够健康生活 做体操成了保持健康的其中一个方法 看看吧 每逢周日下午 将近一百人在亚加达曼盖布萨区 参与了AWS3集体体操 AWS3就是黄庆级健康活泼快乐体操 这个体操是谁提倡的 就是印尼基里演讲者黄庆级 几年前黄庆级膝盖骨疼痛 医生的诊断 他的膝盖骨摩擦得很薄 需要动手术 但不愿意动手术的他 试着找几种健身操 主要是针对脚以及腿部的运动 一边练操一边微笑 放松精神 结果不一而自愈了膝盖骨的病痛 黄庆级声称 这种健身操能够预防腹直疏松和关节炎 这项运动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完成 体操也可以随时随地完成 因为动作很简单 不需要大面积的空间 只需要一块地砖 预防和治疗疾病 当然也是需要健康的生活方式 饮食方式 作息以及运动 黄庆级表示 这种体操每天做15分钟 可以避免很多疾病 好观众朋友 我刚刚跟了一下这个健康精神 以及快乐的体操 希望跟了之后我这个腰痛 而且西开通这些问题都能够游手环节 也希望这种体操能够给我带来更多更多的快乐 以上是《美党秀文记者》 叶比尔 阿兰 印尔 亚佳达报导 休息后带大家去万丹省丹格朗市内的一座清真四看 请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